有些人真是想穷都穷不了 河北38岁男子在家啃老一世 当时也是轰动一时 但万万没想到 最后小丑竟是我自己 本来挺可怜这哥们儿 后来人家拆迁了 才往后没多久 货赔数千万 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这还真是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2020年 一则啃老新闻登上热搜 而当时的啃老男主小李 可谓是受到了不少人的唾弃 因为小李在家啥也不干 也没老婆和孩子 整天就是待在自己的房间发呆 不发呆了就看电视 要么就睡觉 到了饭点出来吃饭 没事了 又回去继续摆烂 面对这种情况 小李的父母亲看不下去了 于是就找来了调解员 想要劝劝儿子 让儿子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出去打打工 赚赚钱 别成天没事干 就窝家里 过着比退休老干部还嫌的生活 因为父母对小李 好话赖话都说过了 奈何小李根本不听 万万无奈之下 才想着求助媒体 让专业人员来劝劝自己的儿子 没想到调解员来了 非常真诚的和小李探讨人生道理 结果小李反驳道 他吃住都在家 一年也花不了什么钱 不娶老婆 还不用为彩礼 为房子车子发愁 父母也不用帮他带娃什么的 反倒是他出去打工了 父母还得担心 他过得好不好 还得为他的房子着想 这才更不好 怎么办 大哥这口才都快把我说行动了 调解员也被小李说得一噎 之后调解员大哥 还想继续给小李科普活着的意义 但是又被小李给噎了回去 小李就仿佛是看破红尘一样 人生就那么点时间好好享受生活 吃吃喝喝等死就是 总的来说 小李就一个信念 那就是人生短短几个秋 无罪不把休 听完小李的一番说辞 调解员甚至都要怀疑他和小李 到底谁调解谁了 怎么小李这口才这么好 给调解员都说自闭了 之后调解自然是没有效果 小李该摆烂还是摆烂 因为他长时间在家待着啃老 所以村里很多人都知道 李家有个好吃懒做的儿子 小李也因此被村里不少人嘲笑 但小李大概是不知道 村里流言蜚语的 不过他就算知道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小李的父母见调解员 都没办法说动自己的儿子 就干脆懒得管了 事实上 小李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啃老 其实前几年 小李也是个能让父母提起来 就恕大拇指的好儿子 我把人生社会我看的都研究透了 同龄人怎么弄完 人家同龄人 人家凶了好爹好妈了 知道吗 人生无气 气无人生 人生一辈子 短短短 到时候生下 河大 行了 38岁男子在家啃老 悟出人生真谛 然而开始摆烂的他 却一夜获赔数千万 走上人生天风 小李的父母表示 小李以前也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虽说小李学习成绩不咋地 但是脑袋瓜挺聪明 学东西也快 心思也活络 初中毕业 跑出去打工 工厂 工地 搬砖 电焊什么活都干过 因为学东西快 人又机灵 小李很快就有了不错的收入 在大城市打拼的小李 不仅能让自己吃喝不愁 还时不时能给家里 寄点存款 那时候 小李的父母 也是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的 可以说自己儿子 除了学习不行 其他干啥都能干挺好 后来 小李认识了个姑娘 两人谈起了恋爱 小李非常喜欢自己的女朋友 虽然自己工作挺忙 但是对女友 该有的关心照顾 一点没落下 女友想买什么东西 她也都尽可能去满足女友 两人都在热脸期 女友也挺喜欢小李 你弄我弄的 恋爱一段时间后 小李的女朋友 就提出带小李现家长 小李高兴坏了 她准备了后李登门拜访 女友的父母 对小李说不上不待见 但对于她的到来 也说不上热情 小李明白 这是自己未来岳母 要考验自己 虽然岳母对小李 各种挑词 不是嫌工作太远 就是嫌没有车房 总是就一句话 小李对自己闺女 是高攀了 说的小李很是无奈 但是为了娶老婆 小李还是尽可能 做到未来岳母 对自己的所有要求 女友还算比较体贴老李 好不容易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女友的父母 提出的彩礼 远高于当地的水平 后来小李都想放弃了 但是父母东拼西凑 硬是给小李凑出了彩礼钱 因为父母都希望 儿子能娶到自己 称心如意的老婆 知道儿子很喜欢 现在的女友 所以为了儿子 二老受点苦 也想帮儿子一把 本来已经谈妥了一切 小李激动地抱着彩礼钱 去参加订婚宴 结果到了现场 女友的父母又突然变卦 想要娶 彩礼得翻倍 想到自己父母 东拼西凑 为自己的事情奔波 父母弄得起虎难下 看着父母为难无助的样子 小李瞬间撂挑子不干了 抄刀就给了未来岳母两下 将人给捅伤了 好好的订婚宴 瞬间变成了悲剧 小李也因为订婚宴上的行为 关了小黑屋 而这场婚事自然也黄了 在小黑屋里 小李开始反省 他觉得自己不该那么冲动 等他出去了 一定要重新做人 好好生活 不让父母操心 这时候的小李 虽然被关小黑屋 但还是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小黑屋反省一段时间后 小李重建光明 他满怀信心的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结果 这信心还没数这两天 就被打垮了 38岁男子啃老生活 当时不知道被多少人唾弃 但万万没想到 人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 人家接受完采访没多久 直接就获赔千万 走上了人生巅峰 小李离开小黑屋以后 继续到北京找工作 很幸运的 找到了一份在国企的工作 小李很努力 尽尽恳恳的上班 每个月收入非常可观 能有5000多元的工资 本来还担心 小李会受打击的父母 见小李这么快振作起来 也松了口气 渐渐的 小李工作稳定了 也该考虑结婚的事 在朋友的介绍下 小李认识了一个女孩 两人见面相处一段时间后 都觉得彼此可以一起生活 女方也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小李自然欢喜 父母更加欢喜 这一次 两人从订婚到结婚 倒是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小李很顺利的结了婚 婚后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老婆 思索再三的小李 决定放弃在北京的大好工作 回到老家生活 回来后 小县城的工资 自然没法和北京比 小李的工资从5000多 一下就降到了1000多 这个落差 让他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 但想到家里的老婆 他又觉得 这1000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 好日子还没过两天 他就发现 自己的老婆 突然跟变了个人一样 以前温柔体贴的老婆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 更离谱的是 他和老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的 结果小李发现 自己的出租屋内 经常有不同的男人出入 小李这才明白 自己头顶长了一片青青草原 但是为了维持婚姻 小李劝说自己的老婆 少跟那些男闺蜜混在一起 结果小李说了好几次 自己老婆都不听 小李觉得 他总不能当个给别人养儿子的大冤种嘛 于是 就和老婆离了婚 两次失败的感情 让小李水泥封心 女人只会影响他拔钱的速度 离婚后 小李又回到了北京打拼 这次 他找到了一份工地的工作 之前他也接触过工地 对这一系列流程都很熟悉 于是 小李就带着几个 愿意和他一起干的人去了工地 小李这次是下决心 要好好工作拼事业的 但是没想到 他卯足了干劲 拼了一年 到头来 工地老板患病 他们这些工人的工资 全都被拿去治病了 更致命的是 还没治好 而老板的家属 面对钱来讨要工钱的工人 只说人死债销 甭来找他们要 要了也没有 老板家属这态度 让小李属实忍不了 他带着这么多人来干活 一年下来 工钱一分没落不说 自己还得贴钱 给人家补点工资 于是 小李又跟人干账了 不出意外 他又给自己干到了小黑屋 这回 小李继续在小黑屋反省 他思来想去 自己拼了命打工 到头来 啥也没得到 想娶个媳妇 结果什么卧龙凤雏 都遇到了 人生两大事 他这都是什么事 痛定思痛后 小李误了 他决定 不再去管这两件事了 这回 从小黑屋出来后 小李哪都没去 直接就回了老家 开始躺平 一开始 小李父母以为 小李就是受打击了 过不了几天 就又会出去找工作上班了 结果小李 这回是真的开摆了 他曾给父母说 自己不出去了 就想在家养养鱼 挣点饭钱就行 结果父母并没有打理他 后来 小李就彻底摆烂了 每天的生活 就是吃喝拉撒睡 反差太大了 父母才找来了调解员 结果最后 调解员也没让儿子改头换面 不过神奇的是 就在调解员走后没多久 小李家就拆迁了 据说光拆迁款就一亿 小李分到了八千多万 这先赚他一个亿的小目标 竟然真的被摆烂的小李实现了 虽然生活是自己的 我们没有理由去评判别人的生活 甚至我们可能也会想过 小李那样摆烂的生活 但是 摆烂的前提是 自己得有摆烂的本钱 所以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颗积极奋斗的心 努力让自己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